音樂 嘿大家好我是尚三球的田佑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四種的Finish攻擊技巧 那比賽中除了正常的上籃之外 我們也會透過不同的腳步以及放球的方式 去增加你投籃的命中率以及閃避防守者的火鍋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四種的動作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延伸的出手方式 也就是將你的球擺在外側利用身體做掩護來完成一次出手 那這個動作因為我們在比賽中切入 你會遇到非常多防守的阻燃 那當你切到進去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用正常的方式來做上籃的時候 遇到高中鋒或彈跳能力比較好的防守者 他們會想來蓋你火鍋 所以我們會利用向外延伸的方式 身體來做掩護 將球擺在外側來完成一次出手 這樣不僅可以降低你被蓋火鍋的機率 並且呢 當我們在出手時因為球是保護在外側 防守者也不容易去撥到你的球 那延伸的方式它會有很多種 除了我們切入正常的右左的攻擊腳步之外 你也可以利用錯腳的方式來完成延伸的出手 甚至你也可以在過程中墊步之後 身體跟防守者做一次碰撞 將球保護在外側 那在這個狀態下 你就可以完成很好的一次出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看一下這個動作 它應該要如何使用 好,第二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拋頭 在現今的比賽當中 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攻擊模式 那不管是任何位置的中鋒、前鋒或控球 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使用拋頭去攻擊籃框 那拋頭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透過將球向上延伸 去閃避防守者的火鍋 那在腳步上面我們也可以做轉換 除了一二的攻擊模式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墊步或是單腳起跳的方式 使用不同的時間差去閃避防守者的風阻 那麼接下來呢 一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動作 它應該要如何使用 第三個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Slide Bike 橫向側滑的方式來做出手 首先當我們今天切入的時候 如果你在正面遇到一個防守者 我們在切入之後 會透過橫向的側滑的方式 來尋找空間完成出手 那麼因為防守者已經站在你的正前方了 所以如果你是透過正向的去攻擊籃框 那這時候你就會很容易造成進攻犯規 或者是被帶火鍋的狀況 我們透過快速橫向的移動方式 防守者第一個 它會跟不上你的進攻節奏以及速度 再來是改變角度的話 它也不好去抓到它起跳 蓋你火鍋的時間差 那麼這麼一來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出手空間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動作 它應該如何使用 最後一個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Running Hook 也就是移動當中的勾手放球 首先當我們今天在切入的時候 如果進區你已經觀察到 有防守者以及你的隊友站在那個位置 所以你很難的直線往籃框的目標來做攻擊 這時候我們可能會透過一次變向 去橫向的移動 尋找出手的空間 那這個好處是當我們今天 可能透過變向來往籃框移動當中 補防的防守球員 它很難的在第一時間 直接放棄跳它原始的防守球員來做補防 因為當我們在切入當中 你就可以很快的觀察到它補防的位置 傳小球給你的隊友在籃下完成出手 當我們今天切入你在做一二Running Quick的時候 它不會快速的來蓋你火鍋 也就是你在放球的時候 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那這就是這個動作帶給你們的好處 因為我們是用一二的方式來進攻籃框 所以你的速度並不會減慢的太多 所以原始防守的球員 它並不會很快的跟上你的進攻節奏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出手空間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這個動作 它應該要如何使用 好 那以上四種的Finish攻擊動作就是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雖然說這些動作看起來非常簡單 那大家一樣要透過不斷的訓練 以及去找出自己放球最舒服的手感之外 這麼一來你提升你自己的信心 才有辦法在比賽中把它使用出來 我們切入之後透過不同的角度以及放球方式 可以去閃避火鍋 並且這些個人的動作以及個人的腳步 都可以增加你在進攻時候的多變性 讓防守不好去預測你要攻擊的模式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右翼按鈕頻道 並且分享給你喜歡打籃球的朋友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